梁 我們和國外比我們漂亮嗎 我很同意那個恩格剛剛講的 要打回大陸 所以就隨便蓋一蓋 真的 因為在還沒有解緣的時候 整個都市 他有一定的高度 為了戰爭的關係 他不可以蓋超過十二樓 限高 限高 然後就有大量的那個換儲 有沒有 難看到爆的 不管四樓或六樓 沒有電梯那種東西 所以那個過去的確是一個政治的 一個影響跟產物 所以臺灣的確是外觀非常醜 這個我想我們大家都同意 可是慢慢的 為什麼現在蔡英文政府在那個 鼓勵要那個危老 要都庚對不對 就是可以把這一些東西給拆掉 然後重新合併起來 把市容整治好一點 可是這個要很多很多的時間 那剛剛呢 因為我前不久才在裝潢我的房子 然後我有幾個很深刻的一個體會 我想也許可以給大家做參考 在我們講到國外之前這樣子 首先呢 我因為在國際間出書嘛 所以會被請到人家的家裡去 發現呢 為什麼那個外國的家裡看起來好看 因為他們的收納系統做得非常好 像德國人的家裡 他連那個電視外面都會有一個跟整個牆 做一起的那種什麼門啊 或者是什麼把它給關起來 所以你要看電視的時候 你就要打開那個門 這個五十年前我們家電視也有 然後呢 你就不會直接看到一進門的時候 哇 這裡一塊電視那裡一個什麼東西 就非常混亂 所以這個是一個收納的習慣 就是在歐洲的很多的地方 他們都在設計師做完的時候 他要求的那個乾淨跟那個整個的話 他都會保留 然後他做很好的收納 就是不會有一個Hello Kitty 就站在電視機的上面 這一類的東西 你懂我意思 再來為什麼這個網紅 會租不到房子的理由呢 我覺得啦 台灣的租房子的方式呢 通常都是租空屋而不帶家具 你懂我意思 所以那一些有家具的呢 以前我幫我的那個外國朋友 他們要來住的時候 我會幫他們找那有家具的房子 通常很難看 為什麼呢 就像剛剛設計師說的 因為他呢 根本就是隨便擺擺嘛 而且這種有家具的房子的 居住期間都很短 一個月 兩個月都是短期的 所以房東不會花錢去布置房子 而且他怕怎麼樣呢 那個房客如果非常的不好的話 拿刀子割啊 把你弄壞啊什麼 他不是連房租都倒陪嗎 所以台灣的整個租屋市場 不是走 美國說的 Furnish的那一種房子 就是帶家具的房子 在美國或者是在歐洲 你很容易找到這種 帶家具的房子 租租 而且都不錯 可是台灣一向沒有這種習慣 我們台灣的租屋市場 都是租空屋 那空屋的話呢 其實這個網紅如果這麼在意的話 我很建議去買一些 IKEA的便宜的家具 這個絕對是一般的好看 跟一般的極簡 沒有到極簡 也是OK的 然後你租一個空屋嘛 不要太多錢嘛 然後這些家具 如果你到時候要走的時候 那個你可以怎麼樣呢 賣給那個台灣 還有很多那個回收家具的地方 那麼那個他們很便宜啦 當然可能一件什麼幾百塊 給他賣走這樣 或者是你叫那個環保局 他也會幫你回收出去的 所以其實應該告訴這個網紅說 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房子在出租的狀況 是不一樣的 他不可以用全世界他到過的 恐怕還很少的地方 來一定要強制說 台灣一定要把這個所謂的 furnish的這種房子 弄得好好的去租它 那你走了別人不租的話 這房子放到哪裡去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雖然是網紅 不可以罔顧人家的現實狀況 然後就下這種批評 這個是絕對是非常不道德的事情 這個很重要的 然後再來我們講台灣的裝潢 我前陣子因為在裝潢我的家 我真的要說 我想我們的設計師在這裡 因為我以前跟那個 李主元先生合作過 我們做了一個小小的房子 這樣子 然後他畫出來的圖非常的好 可是到了工人的手中的時候 很多的細部都做不出來 沒有辦法執行 你看那個人家在尤其德國 那個德國的工匠的那一個 furnish還有日本對不對 就是那種邊邊角角 給你做到那麼好 你真的要同意 我們的室內裝潢 我想設計師一定同意 要往上升級的時候 第一個這個工班跟工人的訓練 就不可以這樣 因肉就減 或者其實我們的工資 一點都不低了 可是呢 就是大家都得過且過啦 這樣安得可以啦 所以怎麼樣怎麼樣 我不好佔掉太多時間 先講這一些 然後我住過全世界很多很多的 從最頂級的那種皇宮 住到那種最便宜的民宿 我告訴你說整個世界的居住的條件 是怎麼樣 我們等一下再說 好 太好了 那林隆怎麼看 這個話題是我的痛 愛之深則之切 人家說坐飛龍機看粉底 要下飛龍機的時候看 看下面 這個我們 我經常回國的時候 這個看到如果外國人坐在我們旁邊 他如果正好在窗戶那邊 有一次我就看到一個是大陸 這個這個第一次來 第一次來臺灣的大陸人 然後從飛機上眼看過去 這就是我想往遺求的 一零一大樓 看到一零一大樓 那接下來飛機開始到 桃園機場的時候 他就在那邊謝忻 哇 臺灣都在臺北 這都工業區 哎呦 怎麼感覺都這麼 臺灣的第一張身份證 第一張名片 就是整個鐵皮屋的這個四樓 然後各位看看 我們到東 到東京 這個是我從我的飯店往下拍 名字神功在下面 你整個看他們的四樓 你在上面看不到五顏六色的鐵皮屋 然後你再來看看 這一張是我在薩波羅 也是我的 我是從我的房間那邊拍下來 你看這是人家的 札幌 北海道的第一大城市 對 這是一個有美感的民族 然後我到紐西蘭 這個 這個是基督城 也是從從飯店的這個樓上 這邊往下拍 你也看不到五顏六色的鐵皮屋 然後我到我到人家說 這是上帝給自己留下一個退休的地方 就是皇后鎮 你看皇后鎮 我也是從高點往下拍 你絕對不會看到像我們臺灣五顏六色的 這樣子的屋頂 所以說 這也是紐西蘭 這一個是紐西蘭的皇后鎮 是啊 是 所以臺灣都是鐵皮屋 對飛機飛下來的時候 對啊 這個是我覺得 臺灣真的是沒有什麼美感 你覺得為什麼我們的這個屋頂都鐵皮屋 加蓋 因為合法的加蓋對不對 是 你先來看 北北是要鐵皮屋 人家的鐵皮屋有美感的民族 像我到日本然後去賞音 然後根據這個網路地圖 那很冷門的地方 已經這個是在東京吧 這也是鐵皮屋 這是人家的鐵皮屋 然後在小巷弄裡面根本不是風景區 不會有遊客來 那我看到他們在掃地 不是用掃把 是用很大的吹風機 這樣子在插 那很乾淨很乾淨 然後這是他們的鐵皮屋 他鐵皮是那個牆壁還是在屋頂 這屋頂是鐵皮 不過是有造型的 類似瓦 做成瓦的鐵皮 也不會五顏六色 就是統一一個顏色 然後你再看這個是我到紐西蘭 這個紐西蘭這個是皇后 正在旁邊的劍池 劍池這也是社區裡面 這也是鐵皮 人家鐵皮可以這樣子有美感的鐵皮 我們再來看一個 連牆壁都有鐵皮 這也是鐵皮 為什麼可以做得很漂亮 再來 我這個照片沒有 我們花蓮有一個回蘭灣 這個新天堂樂園 有一個全臺灣最漂亮的貨櫃屋 星巴克 二十九個貨櫃屋 這二十九個貨櫃屋 行進了四十三個 三十四個國家 日本一個設計師 包括美術館 還有那個這次東京東京的這個什麼場館 都是他設計的 對 同樣是貨櫃 人家他還可以把它做成 這個臺灣最美麗的星巴克 所以說臺灣普遍沒有美感 我這樣子喊 普遍沒有美感 我們的這個觀眾會罵我 但是我真的是愛之聲 責之切 是 我們講真話就好了 是 如果怕人家罵 我們就通通不用講話 這也是臺灣的星巴克 這也鐵皮屋了 照理說星巴克應該還滿重視外表的 對不對 但是我們也是用鐵皮屋蓋起來 就星巴克了 我覺得他後來還有修飾的 看起來還好 還好 但是上面真的是鐵皮屋 對呀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